大家好,欧洲最新英国和法国接受了一批反舰导弹 这个事为什么这么重要? 我简单先说一下 欧洲财团MBDA公司为英国和法国海军交付了一批反舰导弹 名字叫ASM毒液 这个毒液是第一个为海军专门制造的 也就是欧洲海军、英国和法国海军统一制造的一种统一制式的反舰武器 是欧洲的统一制式武器 所以它提供给谁?英国和法国一同提供 未来可能还装备西班牙、还包括意大利的海军 这个是一种直升机,直升机也可以舰载发射的 它的重量是120公斤,长度是2.5米 发射距离超过20公里 弹药装备了30公斤的穿甲弹头 英国和法国海军将第一个装备海上毒液反舰导弹系统 那这个是欧洲武器统一的一个标志 因为现在欧洲的武器有美国的,有欧洲自己造的 那欧洲未来会逐渐在武器系统上进行统一 这是一个标志,这个毒液导弹是一个标志 标志欧洲武器未来的统一 第一步它是由英国的AW-159野猫直升机 还有法国的H-160M盖帕德直升机共同携带 双方直升机都可以装备,都可以通用这种弹药 那这个MBDA公司将很快开始向英国和法国客户发送海上毒液 海上毒液这种反舰导弹 那该公司强调新的亚音速反舰导弹系统 已于11月17号在法国南部的乐渡乐万实验场 成功通过了合格的试射,那也就是试射成功了 未来将装备法国和英国海军 我觉得中国要注意啊,为什么我说中国要注意 英国它的海军将会在2021年出现在南海地区 将会在南海巡航 而它的舰导直升机将要配备这款导弹 中国要对这个导弹要注意 另外你这款导弹你要知道 是欧洲防务武器统一的第一款导弹 通用型的啊 以后欧洲的武器逐渐就统一了 那我觉得对美国也是压力 欧洲要统一自己的弹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